诊诊已经说他是叫做叫做世界蓝皮 然后又觉得在医院里面没有医生都没当他救 那我们怎么办 主任就这样讲 他走不出这个门 这个巴巡老人身患绝症 书后初学不止 连医学专家都无可奈何 但他的儿子却用一碗水 将濒临死亡的父亲救灰 这瓶水 他就每次吃这种的分量 然后喝了三次就血完全止住 厦门的一位巴巡老人 他被职肠癌所困扰 面对这一挑战 医生给出最直接也是最无奈的建议 手术切除 手术虽顺利完成 但术后突然的消化到大出血 让医院的专家们措手不及 血流不止生命垂危 医生们轮番上阵却束手无策 只能无奈的发出病危通知 然而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老人的儿子带着一份希望走进病房 黄彪没有选择继续依赖医学 而是从家族的记忆中翻出一张古老的药方 一张关于造新土的神秘药方 造新土这个名字听起来土里土气 甚至带着几分不解于粗理 据黄彪所述这造新土并非一般的土 而是取自家中废弃造太深处 今年每月被柴火熏烤而成的土坏 有名符龙干 是民间传说中的致病良药 古书记载其内服可知腹痛 脂血症 脉用则能迅速脂血 效果非凡 感谢观看